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 Angel 看樓團 前面三集就跟大家講解過買屋的事前準備 以及介紹了不同的屋形 在這一集,OVE黑人已經到達了多很多情況 來講解買屋的全部過程 首先,隔空買屋不是說不行 但最主要是這兩年 加拿大政府對於海外買家的管制一直都有變動 就算你本身有家籍或本地身份 實際操作起來也相對比較麻煩 和很多特別需要注意的細節 所以要小心處理 但如果你真的有隔空買屋的需要 也很歡迎大家PM聯繫我了解詳情 初次接觸 我會要求和你進行一次通話 我需要詳細了解你的要求 區域、預算、又或者是通常什麼時間方便看樓等等的細節 準備工作 正式帶你去看樓的前一天 我會根據你的需求 預先篩選一些適合你的樓盤給你選擇 所以清楚了解你的狀況是很重要的 當你收到的list之後 最好就即日告訴我 你對哪幾個有興趣 因為除非家屋現時是沒有人居住 否則如果有現任租客 而租客要求提前24小時前預約的話 太遲就有可能約不遲 就可能沒得看那間要另外約時間 另外買屋和租屋不一樣的是 賣家不會理你是什麼背景、收入情況等等 所以如果我發判給你選擇的時候 見到合心水的就可以直接告訴我 我會預約帶你去看 應該挑選多少個樓盤? 我會建議每次挑選大約五個左右 又是如果一次過看十個八個 不要說你 我自己也未必會記得誰打誰 很容易會混亂 畢竟買屋和租屋不一樣 不會說住一兩年又說要搬 所以要看得仔細好一點 如果你只選到一到兩個監心水的單位 不要緊的 我都會盡量就時間帶你去看 千萬千萬不要怕麻煩到我 打算儲存下一次一次過去看 買屋都好講緣份的 有時一等就沒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要求你們 做好一切的事前準備 因為真的隨時會遇到你們的Dream Home 所以務求一擊即中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 看樓盤當日 通常會根據看樓當日的行程 我們相約集合的地方 然後我會去接你一輛車去看 這樣會方便些 不過如果你都是想自己開車 這個當然沒問題了 是否有喜歡的樓盤? 看不對,不要緊 我會幫你研究一下有什麼是你不喜歡的地方 那下次我就可以更加準確地幫你找到對心水的房子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看對的 而預算又OK 我會建議你直接下帳 那麼當然要下一張作為合適的帳 如果附近每個房子都在賣100萬 你打算給他一張70萬的帳 我就覺得沒太浪費時間 坦白說 如果别人真的肯超低价买给你 你敢不敢买 其实找过我的客人 都知道我不是一个 乱抗人的经纪 因为我不喜欢给压力人 但作为一个专业的经纪 我也会有责任地提供一些 适当的意见给你做参考 都是那句啦 买屋是人生大事 我的原则是要令你买得开心 住得放心 如果同时看好两个单位 是否可以两个同时下offer 答案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一个一个礼 和租盘一样 万一人两个都答应买给你呢 难道你两个单位都买了呀 要记得offer是有法律效用的 如果你反口 买家可以保留追究你的权利 曾经有个真实个案 有买家真的同时下了两张offer 谁知两个都答应买给他 第二天他特意不去交定金 令offer作费 最后被买家发现到 高上法庭 最终法庭判决 要求他两个单位都要买 何必呢 下offer要准备些什么资料 都是那句 买屋不同租屋 买家不会care你的背景 所以我只需要你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 就OK的了 怎样下offer 只要你看对 我这边就可以帮你准备offer 另外我亦都要预先跟你商量好 出价 订金 交吉日 条款 等等的细节 因为offer里面 会有大大小小的条款 譬如 要make sure 五件套于交吉时 要确保正常运作 又或者是 要卖家确保 或者保证 他拥有这间屋的期间 是没有发生过任何命案 或者非自然死亡的事件 没有种植过大麻等等 还有很多其他的条款 我就不多说了 以下几个重点条款 是可以直接影响承担买卖 譬如是有这个贷款条件 在第一集 我就跟大家讲过 除非你是不需要贷款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了 但如果你一旦需要贷款的话 你应该一开始 就要跟贷款经纪 确认好才开始寻屋 那你起码知道 你条底线去到哪里 再决定好不好 waive了这个条款 验屋条款 如果是买比较新的屋 其实就无需过分担心 不过如果你是着手 买入有份 那么上下柳龄的屋 我会十分建议你 保留这个验屋条款 物业管理报告 在第二集 有跟大家讲解过不同的屋形 譬如condo condo townhouse townhome with portal fee 这些有管理公司管理的 就一定会有物业管理报告 卖家也会愿意配合提供 是视乎卖家提前准备好 还是收到offer才准备 我们需要知道 卖家有没有欠管理费 卖家之前有没有做出一些违规的事件 导致这个单位被人控告 或者被人罚钱 另外又要看看管理公司 有没有被人控告 又或者是大厦储备资金 是否足够等等 这些因素全部都会直接 或者间接影响到你 买入这个单位之后 以上这几个重点条款 其实非常视乎 个人及物业本身的考量 而需要决定 应不应该wav计了它 坦白说 卖家就当然是希望 收到一张firm offer 即是没有任何条款的offer 如果那个单位 当时没有人跟你争 那还可以慢慢谈 但是如果一旦要争offer 你就算肯给多一点点 很多时候 卖家都会偏向firm offer的买家 但这些都要视乎情况来做决定 很难一概而论 什么是欠offer 有时候我们会见到 有一些屋的标价比市价低 但其实标价 并非是卖家真实会接受的价钱 这些其实都是经纪的销售策略 就是为了吸引人来看了先 然后再将全部对这间屋 有兴趣的买家统一进行offer review 简单来说 即是价高者得 有点像是拍卖感 不过不同的是 如果最后的价钱 未能达到卖家所希望的价位 卖家也都可以选择 不接受任何一张offer 所以你的代表经纪 用什么技巧去摸底 就变得很重要了 想欠赢offer 除了价钱要好 其他例如是 Deposit Closing Day Condition 其实都非常重要的 会直接影响买家的决定 所以你和你的经纪 都要小心决定offer的条件 那才可以突围而出的嘛 Deposit 通常是屋价的500%已经足够 不过有时候呢 为了等买家认为买家的财政状况 是非常之有实力的 加多一点都会有帮助的 Closing Day 即是交吉日 如果日子可以配合到 卖家想要的日子呢 卖家也都会优先考虑 Condition 即是我之前提及过的财款啊 验屋啊 这些条件 卖家一定是希望 收到一张firm offer 即是没有任何条件的offer 不过 应不应该选择放弃这些condition呢 就要看情况而决定 因为各个case都不一样的 不过 都不是全部经纪 都会以抢offer的认识进行 有时候 如果我作为卖家经纪 我都要看一下一间屋的 地理位置啊 新购情况啊 内部装修等等 而去决定 是不是要使用 欠offer的策略 有时候 直接标实价 反而可以吸引到 更多竞争的买家 这么快 成功卖出一个 卖家想要的价钱 这些都需要看情况 而由卖家和经纪决定 offer被接受了 接着呢 如果你是需要贷款 请第一时间通知你的贷款经纪 告诉他 你已经成功签订买卖合约 让他可以尽快准备贷款相关的后续文件及事情 然后 由成功签订买卖合约 在计算的24小时内 是要提供订金的 那订金的金额呢 就是我们于合约内 傾号的金额 可以用 可以用 Direct Deposit Wire Transfer 又或者是直接买一张 Bank Draft 亲自送往 代表买家的经纪公司 就OK的了 但绝对是不接受任何 现金或者私人支票的 之后 就要尽快 联络你的代表律师 告诉他 你已经成功签订买卖合约 并正式聘请他成为你的代表律师 因为有时候 真的可以这么巧合理 买卖双方 都找了同一个律师去做代表 那律师 只能是视乎 是哪一个找他先 而选择去代表哪个 慢了一步的那位 到时候 你又要重新找个 另外一位代表律师了 交鸡之前 交鸡之前 通常会有两次 Buyerevisit的机会 第一次的Buyerevisit 通常是用来提前去量订尺寸 方便你可以提前订定家具 窗帘等等 第二次的Buyerevisit 通常建议是大约在临交鸡前的 两至三天去 主要是去看看 卖家有没有按合同内 商议好该留下或是更换的动产或是不动产 例如是冰箱 爐头 洗衣机 干衣机 洗碗机 等等等等 以及作一个最后的检查 而律师通常会于交鸡之前的三至五天 叫你上律师楼签上一些交鸡文件 以及加上其余的down payment 加律师费加其他集费等等 譬如你是不需要贷款的话 买了一间一百万的屋 成功签订买卖合约的时候 已经支付了5%的deposit 那你要准备95万加律师费 加其他集费等等 又譬如是你需要贷款65%的 买了一间一百万的屋 成功签订买卖合约的时候 已经支付了5%的deposit 那你就要准备30万加律师费 加其他集费等等 交鸡当日如何拿铰匙 交鸡当日你会收到律师通知 最终是如何拿铰匙 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不过最常见的 通常就是让你直接去律师楼罗 或者是会在门口挂一个lock box 然后告诉你听个密码是什么 那建议交鸡当日 立即或者尽快入屋 做全屋检查 譬如是看看家电 有没有正常运作等等 如果发现问题 记得要第一时间通知律师 为什么是通知律师 而不是通知经纪 因为钱在律师里嘛 如果发现问题 律师可以暂时空起部分资金 直至问题解决为止 接着就是恭喜你成为新业主 希望这一年四集的video 可以给大家的概念 究竟有什么类型选 和他们有什么分别 而且也会了解到 买屋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流程 那么在大家买屋的时候 就不会一头没水 尽快可以找到你们的Dream Home 我是安省全职地产经纪Angel You 擅长买、卖、租、燃楼及新楼花 物业托管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